这个弱点 中国队8比3在第二局仍然是领先 财宾教练在上任之后呢 他提出了要把中国队全面快速的这个特点要坚持下去 特别是在速度上面呢 是两边的拉开进攻 这个球的速度要加快 要求二船向两边传球24号的行程的时候 服务队要压下来 这样你的节奏就会更快 可能看上去呢 他是这个从人员来看 和奥运会的时候相比 好像只有楚金灵是属于重新归队 张雪只是没有参加奥运会 也是当时国家队训练的成员 不过呢 在把王一梅放在坚硬位置上 由李娟和楚金灵来打这个两个主攻位置 与过去的那个阵容相比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他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打法 我们的机会调整四号位 福金灵强攻 对方没有拦住 福巴队叫了暂停 福巴队场上落后六分 福巴队场上落后六分 麻烦 有的好啊 江湾 一二九 双方比赛 双方比赛踢进行 中文在这一局开局呢 发跳发的几个人都出现了失误 但是发飘球的 都在发球找人上找得很准 一个是赛前的准备 再一个就是在临场的时候 坚决地去贯彻赛前准备的 这个教练的一些意图 发球战术的意图 其他的比较好的效果 古巴队防起来一关 调整成功 我们的三人拦网没有拦住 卡尔德龙是一个进攻 有高度有实力的球员 但是他还比较年轻 和古巴队过去的那些优秀的老选手相比 是有非常大的差距 这球储金灵神想变小斜线 因为对方篮网的人已经到位 把他的直线 二直线大斜线都给封住了 想打一个小斜线 不过自己输 古巴队发球也很凶 后排进攻 这是古巴队 我们在第一局就给大家介绍了 在近些年的他们 在随着卡里罗的出现 而增加的一个变化 因为卡里罗的个人能力 也是很突出的 他的这种打法 是我们想起了 雅典奥运会的时候 中国的副攻守账品 他下一个球 或者固执情况 一下 还要好 大打电 对不起 还有固执的 他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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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他 他 他们 叫了一个暂停 双方在前十分 就都 各自用到了一次暂停 古巴队这段 卡卡赛斯的发球也不错 看中国能不能继续种族 如果经过一个暂停之后 对方发球失误 被球员的发球也比较有特点 看看能不能在找人方面奏效 阿里德把球接好 王一梅干人把球来回去 这方调整是好为高球 这球前排拦了一下 但是球数很大 打在这个指甲上 并没有很充分的解释 后排没有防住 哇 发球直接得分 17号希尔瓦 但是古巴队把比分追到了10比11 哇 非常满冲 到位 但是马云文一个 短评看没有 打死了 然后三人拦网 这一轮前排是 土地铃王一梅